不管我們兩個是什麼關係 我們都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今天我們就是彼此最信任的合作夥伴 作詞・作曲・編曲 康川 jud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这次开学考试 又是王老师出了题 那这次完了又挤不了根 说得好像不是他出题 你就能挤隔一样 也是 不过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有个学霸呀 听说沈先生在汇泽 就是第一名 你看吧 以我的个人魅力 我一定让他把大人传给我 美妮 那个 我在复习走开 好嘞 好嘞 挠了我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转校生吗 你怎么突然转校啊 是不是受人欺负了 这个话也告诉我 哥哥疤你 闭嘴 脾气挺火爆啊 是我喜欢的性格 怎么样 要不要跟哥哥做朋友 不会说话就别说话 想要找存在感的话 我来听你叫老师 叫老师 老子让你叫不得 在谁面前叫老子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现在要睡觉了 你如果再吵一句 别跟我不客气 早不回事 你跟他沈小伙子 早就认识了 不熟 马上开考了 大家把与考试无关的东西 放到脚台前面 回到自己的座位做好 走 别跟她说 不愧 언�之间 把小伙子都顺着 跟小伙子一样 热味是不客气的 不客气就不客气了 没有人哪儿 是不客气的 这没有人是不客气的 人家正在找个坏 我都不客气 我都不客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陆总真的把独家村的真实情况都告诉邢罗了吗 你什么意思 陆总所代表的太阳客栈和康特集团签订的增资补充协议 里面规定了 自协议生效起之后的三年 每年的盈利都不少于五百万 八百万 还有一千万 前两年的财报都呈现出百分之三十的亏损状态 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第四季度都还没开始 找什么解 虽然我们前三个季度的入住率是没有达标 但是我们的现金及现金等家务 却在持续增长 按照新签订的补充协议 我们完成了康特的要求 你还真是比跟兄弟谈恋爱的时候成为了不少啊 你们还真是百无境界 什么都分享 那当然了 因为你已经是过去世了 我们那么亲密 当时什么都会说 你们分手这些年 是我一直陪在他身边的 谁跟你说是过去世了 我和沈星若的合作 是现在式 那如果星若不选择你的投资呢 你们就没有合作了 合不合作 如果我们说了都不算 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意思 是吗 还有 沈总姓沈 别心若心若的 好 怎么休息了这么久啊 刚刚打了个电话 确认点事情 其实今天来呢 我是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的 只不过没有什么机会 跟你说出来 什么惊喜 我联系了你最想合作的 那个电视节目的导演 他对你的策划特别感兴趣 而且我认识的几个公司 他们都想参投 并且主动 想把这个节目的规格 拉高一点 我们预算充足 可以在德国录制 你就带着你自己的团队 至于选什么样的情侣 也不止局限于在国内 到时候你想选什么样的嘉宾 都自已定 你说的是真的 那当然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你想想 想好了给我答复 吃饭吧 吃饭 谢谢 吃饭 吃饭 你怎么了 不高兴啊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以前的事情让你不要再提了 我不是怕你再被他伤害一次吗 你凭什么觉得 他一定还会再伤害我啊 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 你一遍一遍地提真的很让大家难堪 你知道吗 好好好 是我不对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对不起 但是我真的希望 你可以听听我的建议 因为做节目就是做生命 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你肩负着整个团队在前行的 所以至于应该怎么选 对你们最好 我想你心里最清楚了 怎么啦 怎么了 不好的 没有 别嘴硬了 是不是因为沈星柱 转到玉丝那边 你心里不踏实啊 我有什么不踏实的啊 玉丝那边开出条件那么好 如果我是沈星柱 我也会选择那边 难道你不想再争取一下 我不想把感情和工作 弄得不清不楚 以前我就是以感情之名逼迫她 所以现在 无论她做什么选择 我都尊重她 我突然有种看自己孩子 长大了的感觉 少占我便宜 哎 心里想得清楚 心里想得清楚 是否 心情还这么差 这孩子真让人操心 别除了 是否 你瞒 所以 这里面是不易的 你有事吗 关心你一下啊 没事可以出去了 不是啊 我看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的 脚底都要磨出火了 这么贵的装修 我都怕你全给烧了 沈翠翁那天可是说九点来的 这时间都到了 她是不是真悬瘾死了 不管她怎么选 她一定会当面说清楚的 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死心啊 我 你这个人怎么选择 你怎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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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有点堵车 等我很久了吧 没关系 你们节目决定 谁来做你们的投资人 双星CP现在热度这么高 我们没有理由 不吃这波红利吧 你真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制片人 你真是一个特别专业的制片人 请坐 徐总也要参与讨论吗 我作为公司工作 工作做完了吗 这样蹲着不舒服吗 我还是先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吧 你们聊 谢谢 那我们开始吧 好 今天我来 主要想跟你聊一些 节目的具体规划 我还是很好奇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 其实很多事情 并不是他价格越高 就代表他越好 于斯那边我也接触了一下 但我发现 要跟他们建立信任感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 我还是想跟我熟悉的人一起工作 这么多年 不管我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我们都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我不会辜负你对我的信任 也不会让你对我的投资打水漂 今天 我们就是彼此最信任的合作伙伴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那之后节目的具体流程 还有跟度假村结合的宣传方案 我会晚点发给你 好 今天我来 其实还想跟你说一下 节目你要嘉宾的问题 这些嘉宾人选的范围还是挺广的 但是会不会有点缺少话题切 如果我们有一队离过婚的嘉宾 如果我们有一队离过婚的嘉宾 这样节目的话题性是不是能高一些 我觉得我们想到的人选 是一样的 不是说我离婚了还能做朋友吗 怎么消息都不会 怎么消息都不会 谁啊 我 没睡呢 你怎么来了 我看你最近为度假村忙前忙后的 特别辛苦 我来慰问一下你 算你有点良心 我的良心可不止一点 我看 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皮肤啊 对吧 你这个笑我记得 上次你一笑六百万没了 你这次与我干吗 texto 你想不想啊 参加《再见烘然心动》这个节目 邀请我参加 那我跟谁啊 许成舟 你不过还有别的前任吧 他那不算是前任 那是前夫 而且邀请我们俩参加 亏你想得出来啊 我才恢复单身几天呀 就要我重新建坟墨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要以为所有的钱 都和你的少庆赐皮一样 分手了 还有人见什么 易南平的超话 动不动就为你们 逝去的爱情千道扫墨 我和陈竹离婚 那就是铁骨铮铮 断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让我主动回头 你觉得可能吗 我陈竹这点儿 呼气还是有的 拜拜就拜拜 下一个更乖 其实啊 今天我来 完全是许承舟 摆脱给我的 她说什么了 她说 她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什么总耍大小姐脾气 总是跟你生气 分开之后她才明白 你对她有多么重要 继续说 还有别的吗 她还说 这个世界上 除了你许承舟之外 根本没人受得了她 这点说得太对了 她还举手发誓 她说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她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兄弟啊 游戏啊 统统都靠边 她还说 她会永远爱你 至死不渝 就算你变成了台灯 她也会爱你 不过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 台灯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天我下班回家 工作了一天累得要死要活的 结果我发现她在那儿 偷偷蒙眼泪的 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结果这姐倒好 一直拉着我问我 如果她变成台灯 我还爱不爱她 女生的心思有多敏感 多脆弱 她难道不懂吗 我不去问她你爱不爱我 我难道问别人啊 李姐明白 非常支持 所以说 你要不要来我做一段假扁 自然她诚心诚意地 求我原谅 那我就大发慈悲 给她一个机会 我也尝尝翻身浓浓 把歌唱的滋味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 如果她的表现 让我不满意 能不可要退出路之道 好的 你就跟她说 就算她变成台灯 许承舟也爱她 搞定 好的 好 昨天我又想了一下 我觉得还有一个人 挺适合上节目的 谁啊 这一个不是我们高中的班长 何思悦吗 对 她自己经营了一个 科普类的公众号 粉丝数还挺多的 最近还出了一本书 评价也特别好 我们这些年一直都有联系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 我尽快有她时间 确实 她的职业跟我们几个 可以拉开差距 刚好可以丰富一下 嘉宾的类型 好像是比我那些 备权要好很多啊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可以为嘉宾的事情这么伤心 不是说好了 要做彼此信任的合作伙伴吗 你们的节目尽快落定 对我们度假村也有好处 所以 你有什么要求 就尽管提 那你要是这么说 我可就不客气了 对吧 拿笔记一下 这份资料尽快发我邮箱 个人信息记得也附在里面 图片也给我来一份 我还要一个视频 我回去跟张旭提案 你尽快联系和思悦 我等你消息啊 到底谁是谁的甲方啊 陆兴言 许承舟 陈竹 还有这个何思悦 你们又是同学 又是彼此的前任 这个范围会不会太小了 大家会认为是我们自己写的剧本 其实我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 如果能真的谈下来何思悦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节目的整体方向 我们可以不再拘泥于前任 这两个字 可以从恋宗改成熟人恋宗 这样也可以让大家追忆往昔 打一打情怀派 我觉得星姐这想法特别好 到时候我们可以专门做一个 追忆校园生活的篇章 行日上呢 也会更加丰富一些 对 从校园到社会 从懵懂到成熟 这种长线的性格 真的很好嗑 那我觉得我们宣传的主题 也可以紧扣这个 既有青春岁月 又有都市情感 这样我们的受众群体 不也扩大了吗 听起来是不错 你们赶紧联系这个何思悦 否则的话 他不答应 我们该高兴一场 放心吧 我已经拜托人去联系他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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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a 好 那边 阮ечно 来 别挂 像 你挂 对 你挂 你挂 来 欣妍 我在想 要不我还是算了吧 你们也知道 我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不太和别人 交集的一个人 这些年我为了 给我应酬 我其实一直都在写书 你说 这还是个真人秀 我一下子要面对 那么多个陌生的人 去跟他们去交集 去交流 而且我还要扮演一个 阳光开朗的人 说实话 我有点害怕 其实你不用扮演 你只要做自己就好 不用强迫自己 成为自己不喜欢的样子 话虽然是这么说吧 但这也毕竟是个 恋爱总理 我她感情生活 只能用一片空白来行 我不能说随随便便 找一个女孩 让她演我情侣 对吧 我想到了啊 你 不想和人交集 你想让她参加综艺 那你带着你新写的那本书剧 不就行了 一个人 深深地爱着自己写的书 这属于人物恋 应该也算是一种恋爱形态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参加 那我也不勉强 但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随时给我发消息 不是 你们真不考虑我的建议 说吧 我前段时间看了新闻说 英国一女子爱上了一棵树 最后还结婚了 不是 我现在 我现在把那新闻找出来给你们看 这儿呢 这儿呢 幸福 没事吧 你叹气啊 工作上的事 现在又有一个男嘉宾 拒绝了我们节目的邀请 谁啊 我们改变了节目的设置 我们改变了节目的设置 打算做熟人综艺 所以今天我让陆欣妍去找了一下 咱们高中那个班长 班长 啊 何思悦 那她为什么不来 她说她的情感史一片空白 一片空白 清清 什么情况 何思悦可是 是清清高中的暧昧对象 你不知道这事吗 知道啊 没有 你别听她胡说 这怎么没有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 一下课 何思悦就来找她 清清 怎么回事 说 师姐 我 我可以借下你的语文试卷吗 我听说你的作文是满分 我想学习一下 好 谢谢 但我都是胡乱写的 不值得学习 文理分班之前 我就看过你的作文 我对其中一篇特别有印象 你在那篇作文里说 你在那篇作文里说 你的理想是以后要成为移民律师 那篇作文 思路特别地清晰 而且运用了很多的典故 写得非常好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师亲 我相信你以后 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谢谢 我们之后确实有过几次交集 但我们都是在聊学习的事情 所以我们两个人真的没有什么大 那可不是 讨论学习怎么不找我们俩讨论学习 非要找你讨论学习啊 不过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也够隐秘的 我完全没发现 要不然这样 你们两个人来参加我的节目 你们这组的情感模式 就叫恋人为马 你觉得怎么样 我开心 可以 真的不用了 我思雨她那么优秀 我根本就配不上人家 接触了又有什么意义呢 而且 早就知道结局一定是糟糕的 那我宁愿这一切就不要开始 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 你恰在哪儿啊 你不要总是给自己 这样的心理暗示好不好 你们两个 都是我这么多年的好姐妹了 那你们看我自然是有滤镜的 而且你还说 这何思悦情感经验为零 都已经离过婚了 想必她也接受不了吧 算了 我现在就想挑战好自己的状态 其他的就先不卡里来 对了 最近李琪还有过来骚扰你吗 他一直在线里 应该是不会住到这里来了吧 其实我觉得亲戚说得挺对的 与其在别人身上寻找情感的安慰 不如多花点时间 找一下自己的个人价值 你在律所的实习期是快结束了呀 还有最后一周 恭喜 恭喜我们的实习女士就要成为大律师了 还要什么男人啊 搞事业啊 来 为我们实旅干杯 干杯 谢谢 林姐再见 再见 实际 那份盒碰个条款都看完了吗 看完了 林姐 然后风险提示我也都标注清楚了 我再检查一下一会儿发你 好 辛苦了 嗯 你也辛苦 晚上一起吃饭 好呀 半个小时后 我去你们公司找你 老婆 林姐 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没有 老婆 你又变漂亮了 我知道你还生气呢 我错了 老婆 我保证 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好吗 回家 我该跟你回去的 为什么呀 林姐 我们已经离婚了 来 快 休休休 听我说啊 那是法院强行派的 我们又同意 你知道吗 我先松开 你先松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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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吧 这全是你同事 有事给我回家说去 知道吗 东东 东东 清晰 你把这儿 滚 你谁呀 我是他朋友 不要 你们三个是怎么认识的 高中的时候 我是班上最平凡的一个人 所以我从来不会主动 去接触任何一个人 即便遇到了事情 我也都是自己去面对 直到他们两个人 出现在了我的收获里 改变了我的收获 记得 那是在高二的那年 等等 干什么去 许一课结束了吗 你去哪儿啊 我 我想回教室一趟 你不是说出原因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 来 围着 让开 我带你回教室 其实我当时也没在意 因为像这种尴尬的情况 青春期的女生 不都会遇到吗 我觉得我就做了 我该做的事情而已 嗯 沈青若 体育课期间 照顾穿戴不整齐 可是要扣分呢 扣呗 我随便 要扣就扣我的吧 你什么意思 现在是我穿戴不整齐 扣我的分 什么光彩的事 真有意思 这些男生小朋友 什么都不懂 他们总是喜欢通过 嘲笑别人的方式 去获取一些存在感 你说如果我们真的 觉得不好意思了 那他们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对吧 所以我说 一定要勇于反抗 让他们知道老娘 让他们知道本姑娘 不是好惹的 其实 也不仅是谢谢他们 愿意为我出头 更是要感谢 他们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给我带来的希望 所以从那时候 我们三个 就变成了最好的朋友 沈青 今天不是团职日吗 怎么就沈青若一个人了 陆星雅回家了 没有 我刚才在篮球场 看见陆星雅了 正打篮球呢 肯定是沈青若 舍不得陆星雅之日 所以才自己把回头干了 为啥呀 沈青若也喜欢陆星雅 我觉得是 一个星若一个星雅 其实说实在的 他俩还是很般配的 走 来 坐好 一个星级不得陆星雅 你不能咱们 了 好 当然 你来干什么 今天应该是我们两个人 一起值日的 我知道 你把我要做的留着就行 我肯定会做的 三次大组还有奖天的垃圾 扫吧 既然说了会打扫 那就快动手吧 说什么不重要 做什么才重要 怎么 不想扫啊 扫 不想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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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朋友是吧 那个 我和她老公 我们俩吵架了 让我俩单独聊玩儿好吗 你看不出来吗 她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而且据我所知 你们两个人 现在已经离婚了 她跟你 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我跟你讲 别多管闲事 别多管闲事 那我也跟你讲 知道这儿有什么地方吗 上面还有摄像头呢 你要是敢动我 一根手指头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懂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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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呢 老婆 老婆 那我先走 我等你 我一直在星辰等你 我带你回头 回家 没事 没事 不怕 不怕 没事啊 你现在在这儿特别安全 欣若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今天这个事情 会差点连累到你 不许这么说 今天的事又不是你的错 别哭了 他这个人 有时候就这样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 就会打我 没事的 其实我和陈珠都很纳闷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李奇在一起啊 他最开始对我还挺好的 无论什么时候 都会陪在我身边 帮助我 从小到大一直是人群里对不起眼的那一个 是他还在人群中发现了我 想着 很难再遇到一个对我这么好的人 所以我们和跨学结婚了 只是没有想到 结婚以后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我真的实在是忍不了了 所以我就主动提出了离婚 但从那之后 他就一直去我家里纠缠 他有一次还和我爸妈产生了矛盾 他只是故意伤害 你当时应该报警的呀 我们那个县城那么小 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说实话 我真的害怕他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 而且 我也不想因为我自己的事情 影响到家里人 那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杏若 你放心 我肯定是不会跟他回去的 他的工作在县城 我现在在县城 我相信等他闹够了 觉得没有办法了 自己就放弃了 而且我现在工作在律所嘛 他肯定不敢干什么的 他肯定不敢干什么的 那我们两个人说好 如果他再敢来骚扰你 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打给我 嗯 杏若 明天呢你就搬过来住 你在我旁边 我也更安心一点 你 别哭了 心疼死了 不哭了啊 你 很新的 刚才我们看的这几个场景都很不错 美术部门再两天就可以开始置井了 好的 没问题 君导 因为我们是熟人综艺 所以整体色调还是想偏温馨一些 一些颜色比较重的地方 您看一下 跟美术部门沟通 看看怎么修改吧 这个没问题 大家有什么建议 及时跟我沟通啊 好 好好 就到那边看看 好 这儿就是我们选定的主场景 这个别墅被群山包围 一方面比较安静 适合拍摄 另一方面也可以展现 我们度假村的自然景观 我们进去看看吧 走 一楼这边有两个很大的房间 可以作为拍摄团队的工作室 这边 空间倒是还挺大的 但是 如果要作为工作室的话 这些玻璃都要改成单向的 不然拍摄的时候容易穿帮 是 我们在这里安装探头就可以 那里 那里 这四个角全部安上 你们等一下先量一下尺寸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的风格跟我们综艺不是很大 我也觉得有点古板 不过我们可以适当地增加一些软妆 让它显得现代一点 对 小张 你记一下 好的 现在放的这些家具都需要撤掉 我们需要换一些比较温暖的进来 还有上面这个顶棚颜色太单调了 我们要多加一些色块 这样拍出来也会更好看一些 明白了 我们回去重新设计一下 进来给您设计头 好 那我们上二楼看看吧 好 好 二楼的视野会比较开阔一点 然后这边是一个茶室 我们看一看要不要怎么改一下 我觉得把这一层跟一楼统一就好了 没问题 这边一共有六间客房 我们六个嘉宾一人一间 挺不错的 前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露台 景观很好 你们随便看看 我觉得这边可以做成一个导台 让嘉宾在这儿做饭 在那边吃饭 这一排我觉得可以放一些 比较好看的绿植 上面产生灯带 晚上看就会特别有氛围感 没问题 记下来 对 在那边吃饭 我以为自己的不是 如果我的陆导人 还是做一点点 更多的事情 就不用客气 我以为我可以做点 有可能 它没有不错 它没有不错 有可能 像间随长 给你 谁 suspicion 这个好看 这个 facile 我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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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这什么 这是什么 女生节快乐 十亲 谢谢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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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怎么回事 好 回来 这车车车 李欣 你怎么找到这人 你来的 你网购的时候 我没有侵犯账户 我得查了一下 老婆 把门打开 你快走吧 我没有什么想要跟你说的 把门打开听话 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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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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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静 对 老婆 你听我说 听我说 咱们别闹了 我最近在这儿想你 李谦 我们两个已经离婚了 这里是我带我心里出去 可不可你别这么说 求你别这么说 我知道我错了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不能骂你 我不能不能来打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 咱们复婚 我保证我发誓 我再也不会动你了 好吗 听我说 那这样 来来来 来 你打我 满意位置 来 打 来 来 打 满意了吗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我明白了 就是无论现在 我怎么做做什么 你还是不原谅我对吧 什么 什么 给我 你给我 你给我 喂 亲亲 谁约你去你打电话的 喂 亲亲 谁让你打电话的 怎么了 亲亲好像出事了 我送你 我现在给你最后一次 你 还走吗 我走 别别别别 好 走 想走去吗 来 让你走 我让你 让你走 我让你走 我让你走 五年高考 三年 我问你是吧 来 不是 我问你 我问你 和思雨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带她来转转 你俩干嘛去啊 痴心出事了 痴心 她怎么了 出啊 出啊 让别人看看多丢人 出不出啊 好 可以啊 快还手了是吧 你看我接着他们打死你 住手 陈总 陈总 不要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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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啊 时欣 别追了 你们 出去回避一下吧 时欣 走了 走 没事吧 姐姐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 我 我 知道了 这是第一次 我被打有人来救我 我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好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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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管自己 对不起 你 这次 短时间你就先住在这儿吧 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也收拾收拾东西搬过来 正好白费事情 好 谢谢 我送你们吧 不用了 我们自己来就好 走吧 没事 好 好了 你确定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去医院看看 没事的 萧柔 你先去忙吧 我刚好休息会儿啊 好 我一会儿就回家收拾行李 今天晚上就过来陪你住 是一个不 ground 派人都在哪儿 是我的 我就是在医院的 我不是在那儿 我去找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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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终于这儿 我去找你的 你去找你的 走了 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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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戚已经安顿好了 今天谢谢你们 难道我们真的要放过那个人渣吗 当然不吃了 请慢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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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带我出来三星 感觉好多了 嗯 亲戚 其实我一直想问你 李奇这么对你 你为什么就没想过反抗呢 想过 但我不敢 他认识我的家人 熟悉我的亲戚 我真的很害怕他们都会因为我受到牵连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有的时候 是你把他想得太想大了 你们不了解他这个人 他一激动起来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和他硬碰硬 必须等他冷静下来再说 你放心 只要我不跟他回去 他也拿我没有办法的 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其实 今天我带你来 对 就是想让你看看 李奇他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干 干什么呢 我 我跟你们讲啊 你们 现在在犯法 懂吗 犯法 你都不怕 我们怕什么 老子很多年没练了 其实正好是你那些时候 像你这种人一章 经验皆废了 别冲动 你打我 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打我也行 以后你养我 好吧 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放过时期 大哥 不是我放过他 是你们放过我好不好 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 关你们什么事啊 你别在这儿偷换概念 这是家暴你知道吗 那也是他犯错 结婚之后 说得好好的 不要来什么城里工作 那我怎么办啊 我家里人怎么办呀 我娶他我已经付出所有了 再说了 谁家夫妻不找家 谁家夫妻不找家呀 怎么就他了不了了 就是矫情 你不用脸你 好 就你们正义 你们厉害 可我告诉你啊 她是我老婆 她这辈子都是我老婆 她逃不了你懂吗 好 看到了吧 清清 她根本就没有想放过你 就是因为你的一再退让 才让她变得变本加厉 我知道 迈出第一步有时候真的很难 但是如果连第一步 都不迈出来的话 就真的会被困在原地了 那我应该怎么办 你放心 你有顾忌 她也有 好 该说我都说完了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对 奉劝你们一句 没事 稍管闲事 你们算什么东西啊 来老婆 想好没有 老婆 想好没有啊 你刚才说的话 我全部都听见了 李七 你真让我恶心 我是不是可以 我觉得清清说得没错啊 你在外面讨好领导 回到家里做威做福 拿比自己弱小的人 当撒气童 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你以为 就你会威胁别人啊 经过我们的调查 你在你们公司 居然连续三年 都是优秀员工啊 但是你们公司 有一条明令规定 对违法犯罪 零容忍 一旦发现 立刻解除劳动合同 你说 ,你们公司的人要知道 你在婚内家暴 离婚之后 又像苍蝇一样 骚扰前妻 他们会怎么做 你调查我是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公司优秀员工 在网上都是有公事的 我们只是合理查看 当然 也找到了你们公司 人力部门的联系方式 我们现在和你好说好商量 是希望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们就靠一张嘴是吧 我什么时候想抱她了 你看见了吗 证据,你要给我证据 懂吗 李琪 这是我的验伤报告 是你在我们婚姻维系期间 对我施暴的伤情诊断 面部一模下大量鸡业 左额业 左孽业脑磋伤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 故意伤害罪 我准备 正式起诉你 你之前纠缠 骚扰我的画面 律所都有视频留存 还有你之前无故翻进我家 我也会去找物业调监控 这都是你骚扰我的证据 我是不是给你 干什么 我们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 彻底消失 要么 我们再给你点颜色看看 好 我走 我走 这事结束太快了 不是都没机会展示啊 赶紧折承吧 你向大家全方位展示 你有多幼稚是不是 你以为你这破玩意 真能唬住人啊 亲切 不过你今天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 你那段话说的 简直太专业了 你是 早就准备好了 说这段话吗 其实 这段话已经在我心里 演练过无数遍了 每一次力气打我 我都幻想着有一天 我可以站在她的面前 义正言辞地 对她说出这些 控诉她的话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勇气 所以 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 谢谢你们帮我 放心吧 我们会一直一直陪着你的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 何思月今天为什么会来啊 呃 我想帮实验 也很想见大家 这是我们毕业以后 大家第一次 这样一起行动 我很喜欢 待在大家身边的感觉 你说 你很高兴 跟谁待在一起 呃 我 跟大家待在一起 那这个大家具体 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不如来参加我们的综艺吧 到时候 你天天都能有这种感觉 我考虑一下 欢迎你随时联系我 好 谢谢 其实现在 重要的是 要给何思月配个队 你们身边 有喜欢和思月这种类型的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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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亲他们怎么都看你啊 你 你认识这样的人啊 就是你话多 你走走走走 那边去 唉 呦呦呦呦呦 还说我幼稚啊 你好到哪儿进啊 许诚中 我给你脸了是吧 啊 你们过来 许晟晟 站住啊 他们俩还真是一点都没变 跟以前一模一样 是啊 你倒是变了不少 都已经学会 控制自己的脾气了 刚刚你要是真的动手打了力气 我们可不知道怎么收场 快快你 以前打人要被老师带走 现在是要被警察带走 我早就过了那个冲动的年纪 年岁见长 或许大脑也重新发育了吧 欣若 我们要不过去看看吧 我怕他们真打起来 好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走 回家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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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何思悦 我现在就在你公司附近 有点事想和你聊聊 下班后 你时间方便吗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档节目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档节目 我 我很喜欢跟我的朋友们待在一起 他们让我回想起了 曾经那段单纯 还有美好的岁月 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的吗 如果你要问我其他的话 我是专门为了视亲而来的 多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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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